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剧《重生八零,媳妇有点辣》 主要播音,速速青阳,均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哦 感谢您的收听 第1802集 等到朱穗州挨捉敬酒的时候 还对夏小兰说道 夏总,招待不周 一会儿争戏结束 千万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 朱老板,新婚快乐,也新年快乐 今天你们是郑主 迎来送往的肯定有好多宾客要送 我就不耽误你了 有事我们过完年再说行不行 朱穗州大笑 是我没考虑到 今天是大年三十 夏总要和家人团圆 那就过完年再细说 我到时亲自上门拜访 细说什么 说圣轩的事 怎么也找不到他头上来吧 可以去找纪雅 也能仗着宋家的面子强硬调动吗 夏小兰笑着答应下来 朱穗州很快就和圣轩去了下一桌 喜宴过半 夏小兰问徐常乐 会不会很无聊 还好 在美国也有许多推不掉的营丑 比起来啊 这里起码菜很好吃 徐常乐看得很开 没错 今天这些菜真不错呀 八零年代京城饭店的大厨 手艺太硬合了 等夏小兰说完话 发现纪雅不在座位上 他也没多想 过了一会儿去上洗手间 宋明兰像根屁虫一样 夏小兰拿这人没办法 小学生才一起手挽着手上洗手间 好幼稚啊 还没走到呢 夏小兰就听到了计雅的声音 只是不太符合手段 反正我把鹏城支行的钱还上 以后欠哪个银行的钱 不就和你无关了吗 你想要调走 我需要时间周转 这样做对我们两个 不都有好处吗 我替你担保能没有风险 别人做生意 你也做生意 上千万的投入 你一年只赚几十万 我都怀疑 你是不是故意坑我 想把这笔钱赖掉 如果你还不上贷款 可以把Elegance拿来抵债 还不上贷款 银行扣下抵押物 这程序太正常了 借钱的时候就该有的觉悟 Gia不能接受 Elegance是她的心血 是她和夏小兰叫板的武器 做服装品牌 哪能一蹴而就 需要时间来酝酿 Gia不信邪 去年只赚几十万 今年又不需要投入门店 有人愿意像Luna那样 带着钱来加盟了 难道她还会赚不到钱吗 听说Luna是八万的加盟费 她把Elegance的加盟费 降到六万或者五万 甚至四万 一口气接纳几十个加盟商 也能回款两三百万 只要再给她一年的时间 她绝对就缓过劲来了 不行 那就还钱 我手里不能有这笔坏账 Gia 我再给你半个月时间 以正月十五为最后期限 你要是凑不上这笔钱 不要怪我 用公事公办的态度对你了 公事公办 就是让银行出面 收走Elegance 洗手池传来花花的水声 圣轩显然不想再和Gia聊下去 开始洗手 并对着镜子整理妆容 今天是她新婚大喜的日子 外面有那么多宾客等着 凭什么要和Gia纠缠 Gia把自己的婚宴 搞成了一个笑话 难道还想来影响她的 圣轩 你可以这样对我 但你这样做 也是在让夏小兰看笑话 不就是调动工作吗 哪个搞心带的手里没有坏账 偏偏就你走不了 这不是夏小兰在搞鬼吗 圣轩 你要考虑清楚 不就是调动工作吗 哪个搞心带的手里没有坏账 偏偏就圣轩走不了 这难道不是夏小兰在捣鬼吗 夏小兰没动脚步 似笑非笑地扭头看宋明兰 宋明兰快气疯了 就知道今天会有波折 没想到把夏小兰勘劳了 却没勘住记忆 宋明兰把夏小兰撇开 快步上前 表姨 宋明兰笑盈盈地 我妈到处找你 说有两个客人要给你介绍 原来你在这里啊 圣轩点头 我过来补补妆 走吧 估计你小姨父也等急了 夏小兰这才慢慢走过去 吉亚今天涂了一个姨妈色的口红 显得脸上皮肤特别白 这时候脸色铁青 好似女鬼一般吓人 夏小兰没理她 她也没有理夏小兰 夏小兰从厕所出来 再回席上时 吉亚和乔治都不见了 他们走了吗 雪昌乐点头 两人差点吵起来 我看乔治也不高兴 乔治怪惨的 多半是吉亚没有达到目的 就拿乔治撒伙呗 有两件事最出乎夏小兰意料 一个是 Elegance今年只赚了几十万 另一个是 乔治居然真的没有在支援吉亚前 专属的人型ATM机 一旦觉醒 好像还挺有原则 露娜去年服装销售一块 净利润有384万 Elegance只有几十万 比夏小兰估计的还少 不知道吉亚到底是怎么管理Elegance 有些人有本钱有点子 还真不一定是做生意的料 那我们也走吧 菜也吃完了 该回家过年了 回家过年 这说法让徐长乐很高兴 从他五岁被带到美国 离开华国 这是第一次能回家过年 徐长乐一边往外走 一边和夏小兰回忆 我奶奶会挑馅 做出来的包子特别好吃 别人家除夕也吃饺子 我们家肯定会包包子 于奶奶做的包子 是很好吃啊 夏小兰也吃过不少好东西 重生回八零年代 尝过不少大厨的硬核厨艺 就像今天的婚宴 味道也很不错吧 但若说最好吃的包子 暂时来看 还是于奶奶的手艺排第一 谁要是把于奶奶这一手学会 开个包子铺 都能发小财 刘芬学了这么久 也才学到了几分 和于奶奶亲自做出来的 就是味道不同 两人聊着包子 出了京城饭店 朱穗周和盛轩在门口送客 看夏小兰和徐长乐走了 安慰盛轩 我知道你好强 工作上的事不想麻烦宋家 我觉得你做得对 人情都是越用越薄的 好刚要用在刀刃上 等过了年 我亲自去找夏小兰 大不了再给她让点力 把你俩的矛盾化解了 让她别整天盯着你不放 你放心 我肯定让你如愿调到商都工作 盛轩想到季雅说的方案 心情烦躁 影响了她结婚的喜悦 希望能解决吧 她就是要担保 那也是为朱穗周签线 有两千万的贷款 就是她为朱穗周跑下来的 但为季雅去其他银行担保 她可不喜欢女人 季雅还是汤鸿恩前妻 盛轩对其毫无好感 当初要不是一起用事 她也不会帮季雅贷款 早知道 就不搞这些 弯弯绕绕的事了 哪有现在的麻烦